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開心的是七年前也在這裡 第一次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一直喜歡做這個藝術家寫 因為我都一直做經濟化家的畫廊 所以總之覺得應該跟藝術家有一點機會 七年前在招的時候招得非常糟糟 很痛苦 最後還是成軍 可是那一次非常成功 好像沒結束我們就開始說明年要不要來 大家說要 我就已經拍著畫廊 2015歡迎大家來 來到現場的時候 所有去那一年沒有參加的畫廊 都這樣不覺得口是不錯 燈不錯 而且這個是成本費用只有 台北國第一次不然一半 一半 那這是給各畫廊有機會 在這個舞台上 讓你年輕一下來發光 我想 我也希望 在這一場能夠成功 取得成功 明年能不能往上下兩場 為什麼要上下兩場 因為最貴的成本 我們就在現場看這些 我希望它用成兩次 那兩次成本 它下降將來給所有的展商 非常好的成本 包括給國外能買 還有更多的新的畫廊能進來 參與這樣的學習 這兩年多以來 對我們藝文界來講 對我們藝文界來講 是受到的影響最大的 最大的 因為這一波的疫情 其實藝文界 我們理理確確 應該要更多更多的關心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展覽 希望能夠帶動 藝文的產業 而且這個地方的展覽 事實上它也剛好在我們整個建構 台北藝術園區最重要的地方 北美館 不再只是北美館 它會成為北台灣 甚至在台灣最重要的 美術的一個藝術園區 二館已經在招標當中 然後庫房已經在建設當中 所以這兩項計畫加起來 六七十億的計畫 將在這裡做投資 還不止如此 各位看到這個區塊 從原山 我們後面是原山 這邊是孔廟 加上大龍洞 還有保安宮 這些都是在地非常重要的文石 在這邊有林安太古厝 所以整體上 這邊要打造的就是一個 藝術文化的園區 是他這種區塊 每個地方都會打造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